战争对于岛屿台湾是一个遥远而古老的记忆 但是在我们的祖父辈 或是你们的曾祖父辈 或者我的父母亲辈 他们都是从战争里头爬出来的 在战争中人们只能求生或是死 他们的下一代只能求 我有一顿反吃 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谈台海危机的时候 我为大家所制作的不是一个节目 我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这个问题对台湾 对下一代 对所有这个土地 安居乐业的最基本人权 我们一定要保住的 来看一下乌克兰战争快要一周年了 目前为止它的难民又再度的高升 所以它的难民总数已经高达1342万 也就是以前是每五个人 就一个乌克兰是难民 现在是每四个人 就一个人是乌克兰难民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